好 所以你看小草繼續割 但大家很在意的是 那金華城後續動作呢 好 我們請教一下益川哥 因為現在被媒體人發現 金華城融積獎頁申請人 竟然是金華城股份有限公司 然後申請期間土地完成交易 頂月變成受惠者 這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之前就一直說 左手換右手 那為什麼融積獎頁申請人 不是頂月自己呢 為什麼是金華城股份有限公司呢 因為現在為了說 這個事情殘留金華城 這個土地現在是頂月 這個環境去扣押是頂月的財產 就是那塊土地 現在頂月跳出來發中心說 不是喔 這個土地是我們的問題 什麼二十八幾拍 今天沒關係 因為我們買的時候就有了 我們買這個土地 什麼二十八三拍 那今天沒關係 那是金華城的 問題是金華城沒力沒力 金華城的資本就像剩一億了 現在基本上 金華城公司這個應該是沒什麼大的營運的狀況嘛 好所以頂月想要在這個時候整個脫掉嘛 就是說欸 給我沒關係喔 你不要靠我的 你如果要靠靠那個金華城 去進行公司啦 問題是他們兩間交易的時候 土地做交易的時候 竟然超過三年 沒有把產權移過來 沒有把產權移過來 就是說交易完了 產權還在金華城 沒有去定期過來就對了 然後再運作這個二十八三十八在這裡上 這是金華城不是頂月 所以去運作的是頂月 東西已經買不到是 去運作的是金華城 東西買賣完之後 實際的地主已經是頂月 只是沒有完成登記 想要用這個方式來討論 我可能說這個大家聽不懂 反正這就是他們的財產 錢 定期 法律之前 現在整個要把他推掉 叫法律賣扣那一塊地嘛 對 那那一塊地 不管價值多少錢 反正那塊地現在就是 是法律的手禮 法律說 剛才你交百幾億出來 我法律有百萬元再靠 問題頂月現在沒有現金 頂月現在怕剩下地 所以他們說中時化 出來開記者會說 當我們處理完頂月 中時化當初 你會說 我們把這個土地的事情 錢解決完了之後 我們中時化還有餘育 可以應付 每天中時化再實化 這一塊事業體的相關的 這種營運的支出 這樣聽起來中時化 時間要把錢都抵上去 當時要中時化 股票才股東 他們是要投資房地產 還是要投資石化公司 這算重大訊息 好那如果真的 他們現在去把高院 高院這個算說 靠 不是去抗教 高院想下來 然後說 沒有 北院這個扣押 這個頂月的土地沒有問題 哇這中時化還要繼續壓下去嗎 可是頂月的最後 頂月的老闆 頂月只有一個老闆 對 叫做中時化 對 中時化也是神慶經的 神慶經也最大的股東 這都一樣 所以這些文字上的遊戲 對中時化 對頂月 因為中時化是神慶公司 我們也不可以在這裡亂說 亂說到很難 那是重大訊息 可是大家聽起來 聽起來怪怪的 就是說 那塊地現在去抗 還有人看 西港 我今天會知道去的時候 那港地村是一些港人 我怕會怕去 他們在做最後的那個穩固的工作 因為他們那個港兩月掉了 港結構掉了 要看那個有沒有鎖好 大型機具幾乎都沒有在運作了 所以這個工地呢 要繼續進度往前推有困難 如果土地又被扣 銀行團就 銀行團即使不追你在 銀行團沒有再給你 工程的這種貸款的錢 讓你繼續叫料 叫材料 叫港人 沒有再繼續 這個工地其實很難再蓋下去 我覺得舉經點到重點 大家各有深入嘛 對不對 說在地居民不想要精華層變爛尾 我在這裡跟市民報告 沒有人想要精華層變爛尾 沒有人想要內洞變鬼屋 大家想要的是把一百多億的容積利益 回歸到事故 大家想要的是這個 所以我覺得呢 其實蔣旺安啊 他是嚴重的想像力缺乏 嚴重的這個策略的思維缺乏 因為人家他是一個這個 出生好家庭的公子哥乖寶寶嘛 所以人家叫他這個一個口令 他才會一個動作 那到底要不要停工 他說我問法院找保姆 其實這個思維呢 都會讓他鬥不過沈慶晶啦 沈慶晶是狡猾老狐狸呢 你光看沈慶晶 為了要出來透氣 他已經想了多少辦法了 一下子又說什麼全身細菌感染 一下子又說什麼 非常多啊各種奇招百出啊 那對於台北市政府來講 其實他現在應該要 早就應該要召集律師團 回頭去檢視整個的容獎申請過程 有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就算是小地方也好 可以被你抓到把柄之後 把他停工了 為什麼要這樣檢視 像剛剛我們節目前面提到的這個 申請人 從頭到尾 如果不是頂月公司在申請的話 你不是土地 法條顯示土地權利的 可是你不是所有權人 那你對這塊土地到底有什麼權利 如果從頭到尾 今天審慶金是借用行賄 才得到這種放水審查的結果 那這可以符合什麼 這可以符合行政程序法裡面 123條跟119條的規定嘛 所以為什麼我之前一直呼籲說啊 如果起訴之後 起訴出有審審慶金行賄 其實蔣萬安就直接大膽廢除建造 為什麼我講這個事情 蔣市府現在一直在講說 怕人家來告我們啊會賠錢啊 不然你們議員要賠嗎 一直在做這種情緒勒索 其實大可不必 因為就算金華城提出國賠官司 也不是他這個月提了 下個月就判了 金華城的國賠官司 一定會晚於審慶金行賄案的判決 我跟各位保證為什麼 因為金華城如果你膽敢提國賠 市府就會主張說你有行賄事實 所以你信賴不實的保護 那到底有沒有行賄事實 誰來判定 不好意思要刑事庭的法官來判定 那金華城你要打官司對不對 那你就等吧 等到審慶金行賄案有結果出來 你這個國賠案才能繼續走 那請問到那個時候 不要說金華城公司跟鼎月公司 搞不好中共跟中石化都倒了 那所以當今天審慶金有行賄 講完就廢照的時候 其實逼他立刻上談判桌 上談判桌 你把你那20%農機還給台北市 大家都有錄 修改圖說 重新申請建造 你繼續蓋 大家皆大歡喜 這其實是一個最理想的劇本 但是缺了一個有魄力的市長 好 所以請教一下任俊哥 那你看現在這個BUG 也出現在講話在身上 柯文哲的案子其實是整三片 那你看包括大巨蛋的部分也是一樣 現在說柯文哲在當市長的時候 蔡壁如還曾經自己說 他私會了趙騰雄 而且私會趙騰雄幹嘛呢 是不是要喬蛋呢 因為之前小平哥有說 因為有一次遠雄參加參會了 但是沒有捐錢 一次就變成阿伯修理的對象 是不是那個時候也產生了恩怨情仇 那是不是之後 會不會有錢的往來了就OK了呢 其實因為大巨蛋這個案子 在一開始柯文哲是把它打成 就是說你又官商勾結又幹嘛的 那你如果看他其實公開都說 這個一定要停工 然後有什麼事情就要停工 然後什麼東西呢 就是要爭取北市府最大的權益 但是後來的整個的發展 大家看起來 確實有些蠻奇怪的地方 我想蠻奇怪的地方 包含到你現在提到 就是說現在有議員質疑 說在大巨蛋裡面有幾個包廂 這個VIP的這個包廂 沒有對外開放 那怎麼變成遠雄私人招待所 那這個就要回來看 就是說當時這個柯市府的時候 到底你在合約上面是怎麼訂定的 是你這個所有的空間 你是為他經營之外 有沒有保留一些是他可以獨自去 擅自使用 獨自使用 然後也不需要經過你北市府 不管你要監督或幹嘛 這要回來看他的營運 但現在確實看起來 就是說柯市府在當時簽了幾個月 你知道現在外界也有些質疑 講說柯文哲是不是 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 打這個也必案 那個也必案 人家三也BOT 他也BOT 柯文哲這也必案 那人必案 那人必案 他是不是要給財團下馬威 或者給建商下馬威 讓你知道說 其實權現在在我的手上 我說能過就能過 我不能過就不能過 這個是外界現在對柯文哲很大的一個質疑 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老實講 現在外界也有希望說你蔣市府 就有點像是你柯文哲現在大巨蛋 這個大巨蛋弄成這樣 你蔣市府要怎麼處理 那如果你今天金華城搞成這樣的時候 你蔣市府要怎麼處理 那這個其實都會回來考驗是蔣市府的態度 所以你看這個民進黨的議員 也有提說 那你是不是要重新再去議約 去談所謂的在大巨蛋裡面的回饋機制 那金華城這個其實上也有議員提出來講說 那是不是應該要重新去針對他舊的這個建案的部分 你就重新提這個把它撤掉 那我講一個 因為你剛剛提到說鼎月 我認為鼎月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因為他說我不是犯罪行為人 為什麼他要特別講這件事 我認為他事實上想要操弄一個 就是我在法律上我叫做三一第三人 也就是我當時買的時候 我就因為你剛剛提到 我買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了 他那些合約說我基於我信任他 其實是合法拿到這些東西的 所以你要善意收讓給我 但因為你的所有的老闆都同一個人 你這個很難過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這個魚果市場 因為魚果市場現在算起到一半 它裡面空的 魚果市場按照現在的狀況就是會變毛皮膚 毛皮膚 就是什麼叫冷氣冷鏈有關的 這都還沒沖 那我怎麼冰那個魚果 他當時因為就是給了一個擴充 可以蓋到幾樓 然後後面那些 那些跟那個內裝 空調什麼水電有關的 他是另外再擴充 可是現在如果不讓他往上蓋 那顯然他就是台北市政府 必須再付一筆錢 把下面那個毛皮膚的事情 做一個解決 可是毛皮膚的事情做一個解決 這抹下去之後中共也會出事 因為對中共來說 這個案子他不知道本來預算 他要賺多少錢 你現在還要鄉用它賭掉 中共會出事 中共也做我們的新一線東延 也做我們的環狀線的南邊 就是說各式各樣 中共在台北市是蠻多工程的 你這條把它抖 然後不讓它繼續蓋 它也會出事 然後忠實話 現在金融玉山的股票市場裡面 現在有一點停滯 沒有三人才大量的進去買 然後忠實話這樣 然後這個金融城這個開發案 如果又停 對沈進金整個集團來說 那整個條的 你沈進金還在裡面 沒有人敢做決定 然後錢也不知道怎麼動 你說那個陳瑞龍 現在當忠實話董事長 他敢動用大筆的資金嗎 他也不敢 那中工接下來的工程款 他也會包商 現在包商是這樣 都領錢的 那工人一批都每天領錢 我做我這班班頭20的人 這個工廟領沒錢 我20我就跑了 那很快要斷炊了 我就跑了 我領沒錢 我沒辦法 我會比較工 我當然這20個帶他去白工廟嘛 因為現在到處缺工人 所以包括漁果市場 現在也面臨到 這些都要講話 因為講話案不處理 你當市長以後這些變 浪文